别动,如实招来,什么是爱国? 其实很多人把爱国与叛徒给偷换了概念 所以男人说什么是爱国,去指出这个社会的不足 提出批评意见,督促社会进步,这样的人是叛徒吗? 不是,在我眼里这叫爱国 我们大多数人注定是离不开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祖国的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让它变得更好 我们要想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要去督促进步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提出矛盾,并且去解决矛盾 让社会矛盾在萌芽之处就被扼杀 比如农民的问题,探官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要去正视这些矛盾,并且提出解决意见 这叫什么?这叫爱国 什么是叛徒,什么是1450,什么是行走的50万 那些不允许你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才是真正的叛徒 是汉奸,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是隐藏矛盾 让矛盾萌芽,让矛盾无限发展 最后伟大不掉 比如你说我们的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他们就会说,你就是行走的50万 我们的食品怎么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怎么可能存在贪官 这些外部势力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放任矛盾激化 自古以来,钟颜逆尔 真正那些提出问题,并且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大臣 只会被那些溜须拍马 只会大唱赞歌的太监所诬陷 我们现在有两拨人 一拨人钟颜逆尔,但却热爱着这片土地 另一批人大唱赞歌粉饰美好 但却行龌龊之势 请不吝点赞歌